我們看這題 這題是說 AB、CD都是時速 那AB的話呢 滿足這個方能式 CD滿足這個方能式 那麼他問說 這個行列是代表 這個行列是最大是多少 我們如果把這個AB 看成是一個向量的話 平面上的一個向量 AB 然後把CD也看成是一個向量的話 CD這個叫B 那麼這個行列是代表什麼 代表A跟B夾乘了什麼呢 平行四邊形的有向面積 依照右手定值 如果A的話 A的話是在 B的這邊的時候 這樣子的時候就正了 如果A的話 就是說 這個如果是AR 這個如果是B的話 這樣子的話面積是正的 那如果B在這邊的話 這樣子就是負的 所以的話 如果我把A的話看成平面上的一個向量 B看成平面上的一個向量的話 那這個是要等到 A的大小 就等於A的大小 A乘以B的大小 A乘以3 他們之間的這個夾夾 自己正還戶的話 就是說 看A的話是在那個 B的右側 還是說 B是在A的右側 那麼他要答最大的話 首先 這個A的長度是固定的 因為A平方加B平方等於4 所以A的長度是固定的 4等於2 那B的長度的話 B的話是什麼呢 B的話就是這個遠 因為那個CD這兩個數滿足這個方式 那麼CD這個向量從0.2起 CD的話就是這個大乘上的0點 那這代表什麼呢 CD的話就代表這個向量 所以的話 這個B的話這個向量最大是多少 最大是通過圓心的這個向量 就是說 這個 我們取點 在這個大乘上面取什麼呢 取這一點 這一點到達圓心的距離 最長是多少 最長是這一段 就是圓點 就是圓心到達圓點的距離 加上這個半斤6 那這距離多少呢 這距離的話 因為這個是5 那這是12 所以距離是13 也就是說 這個B最大多少呢 最大是13 最大是13 沒有 13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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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要達最大值的話 這個C大 3C大最大 最大是1 什麼時候最大 C大是90度的時候最大 90度最大的話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你這個向量 你找的向量 要跟這個向量 要互相垂直 而且你找的這個向量 A 就A這個向量 A的話就是說 就是說 在這個小圓上面取一點 那麼圓心到達小圓上面一點 所欣的向量 這個就是A 那這個A的話 長度是固定的 這個A的長度是固定的 你要讓C大 達碎大的話 你就要讓他打90度 而且你這個A向量的話 要在什麼呢 要在那個 B的什麼呢 這個算右邊 就是依照右手定乘 就A close B 這樣是正的 但是你如果A的話 找這裡的話 A close B的話 這個就固定的 所以的話 我們找到的這個B的話 是這一點 這一點 這一點 這長度的話是等於19 這長度是固定的 這個長度沒有固定的 另外你取得任何一點 這長度沒有固定 但是長度最大多少 長度最大19 這長度不是固定的 是等於2 所以這兩個向量張騰的 拼音四邊形的面積最大多少呢 最大就是這個長方形的面積 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19 乘以多少呢 乘以這個2 所以最大值的話呢 是38 然後你可以把這個 AB跟CD把它找出來 首先喔 你把CD找出來 就是這一點 我們把CD喔 這兩個數字把它找出來 這個答案的話呢 是等於38 我們把這一點找出來 這一點找出來的話 首先喔 你就找它的那個單位向量 這個方向的單位向量的話 是多少 它是那個5的齁 它跟那個X方向是5嘛 外方向是12 那你再除以它的大小 13 這就是單位向量 它再乘以多少呢 乘以它的長度 它長度的話是19 這個的話事實上是怎樣 事實上就是那個CD啊 這是CD 喔CD 喔這是B啊 喔B 好 那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個就等於那個 十三分多少 十九乘以5 五九四十五計四 這是九 九十五 喔 這是十三分多少呢 十九乘以十二 二九十八 三十八 八 八 二八 當什麼呢 當C是等於十三分之九十五 B的話是十三分之二十八的時候 而且 A要等於多少 這要等於九十度啦 那九十度的話 嗯 我們知道說 這個 這個 這個角度如果是C打的話 這個角度如果是C打的話 那麼呢 我們知道天天C打 天天C打的話呢 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那個十二除以五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角度就等多少呢 這個角度就是九十度 這個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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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角度是CB嘛 這兩倍多少 這長度是二 這角度是二 乘以多少呢 乘以那個 SINE 90度 這個角度 是一個C打 這個角度 這等於13分之5 這樣就2乘以多少呢? 三七打 13分之12 可三七打是負的 負的13分之5 所以CD等於多少呢? CD是等於13分之24 跟13分之-10 ABCD等於多少是最大值 ABCD等於13分之24 B是13分之-10 C的話是多少呢? 13分之95 ABCD等於13分多少呢? 228的時候 這個時候它有最大值是這個值 這個值是等於多少呢? 等於38 我們可以把它算算看 看是不是 應該是 因為這個東西 是由這裡推出來的 我們可以驗證看看 驗證看看 這是AD AD-BC AD AD是13的平方 24 乘以228 減掉 減掉 AD-BC 減掉這個 這兩個相成 它的呼喊 就變成相加 加多少呢? 13分之-10 乘以95 好 我們來計算一下 這是169 24 乘以多少呢? 228 加上10 乘以多少呢? 95 等於多少? 6422 6422 那你怎麼說呢? 乘以多少呢? 169 等於38 沒錯啦 所以最大值是38 什麼時候它有最大值呢? A是等於這個 B等於這個 C等於這個 C等於這個時候 他有最大值 他也對大值 來 清醒